各位好,那我们来看范逸一 利用天文望远记呢,发现远方星系有一颗恒星 那旁边还有一颗行星绕着它转 绕着土圆轨道 行星的质量是小m 恒星质量大m 重力长数g,请回答下列问题 第一个,行星在近日点的重力未能 那很简单的 重力未能,我们可以定义成这样 负的r分之gm,而不是mgh了 因为那个h会跟星球的地表有关 我们平常说的mgh是以这个地球的表面为灵位面 但是如果换个星球呢 那可能就又要换成另外一个星球的地表为灵位面 这样不方便 而且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那个g,小g是会随着距离而改变的 所以我们前面的影片呢,或是之前的影片有介绍呢 实际上呢,重力未能的一般形式呢 这样定义会比较好 那当我们这样定义 重力未能在距离地心r处 距离地心r处的重力未能 是表示成这样的时候 我们的灵位面呢,其实是设定在无穷远处 设定在无穷远处 那因为我们知道物体抬得越高 重力未能应该越大 那如果把它抬到无穷远 未能应该变成很大很大 但我们却以它为零 以无穷远处的未能为零 那比很大很大还要小的话 就要小于零 所以未能这时候就会写成负的r分之gm 那第一小题就很简单的 我们就是直接把它距离恒星距离r 带进去这个公式 就可以算出这个 在这个时候 小行星和恒星的重力未能是这样 那如果到远日点呢 就把4r带进去 那就会得到负的4r分之大巨大胜小m 那第三小题呢 从近日点到远日点 重力的做工 重力的做工 那这里要有用到复习的概念 就是重力的做工跟 重力未能的变化 其实就是同一个现象的两种描述 如果重力做正工的话 那重力未能会怎么样 什么叫重力做正工 就是东西往下掉 位移向下 重力也向下 力和位移平行 同方向做正工 同方向做正工 可是东西往下掉未能是怎样 未能是减少还增加 是减少啊 所以重力做正工的时候 位能反而是减少 然后重力如果做复工 什么叫重力做复工 就是东西往上飞 往上飞的时候 重力会想要扯后腿 重力向下 可是位移向上 就是做复工 可是呢 越飞越高 重力未能应该是增加还减少 是增加 所以重力未能的变化 跟重力的做工会差一个复号 这个是我们在之前的影片呢 有介绍过的 所以第十 这一格呢 这一格啊 其实很简单 就是 我们就是要找出重力未能的变化 就可以 找出重力的做工了 然后是从R到4R的 所以就会是 在远日点的重力未能减去 在近日点的重力未能 也就是 负的 4R分之大G 大M小M 去减掉 负的 R分之大G 大M小M 这样算起来是 正还是负啊 是正的 正的 4R分之三大G 大M小M 可是它又会同时等于什么呢 同时等于 负的重力做工啊 所以 它要的重力做工就是 从R到4R的重力做工 就是负的 4R分之三大G 大M小M 所以重力是做负工啊 重力是做负工啊 重力未能是增加 重力未能是增加 重力未能换成何种能量呢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就写说 重力做负工 从近日点到远日点 重力做负工 然后 动能减少 动能减少 因为 也没有什么因为啊 就是重力就是做负工 让动能减少 这个小行星啊 它没有受到空气阻力嘛 今天也只有考虑这两个物体 它就只受到重力啊 那比如说它跑到这边的时候 它如果 要从近日点向远日点 它其实是这样 呃 其实是 一开始在这儿 后来在这儿 然后它会沿着这个 假如说它是沿着顺时针转 那当它转到了 转到了现在它画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重力是沿 指向这个横行 那 它却想要 往前走 可是重力会扯它后腿 它就会变慢了 它动能就会减少 可是它的 重力未能会增加 所以各位可能有一点印象 就是 曾经在克普特定律 第二定律的时候 它观察到 在近日点的时候 动能最 速率最快 近日点的时候 速率最快 远日点的时候 速率最慢 所以也可以对应到我们的 这个动能 是因为它从近到远的时候 它是重力做复工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写 就可以结束这一题 谢谢